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正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世界奇妙物语之X 我们先开始,厂长苦苦哀求男主给他追加融资 这样工厂就可以起死回生 男主随便客套几句后起身离开 回到银行,厂长的企划书被他无情驳回 大客户来了,男主和之前的态度截然不同 立马跑过去点头哈耀 虽说他掌握融资大权,其实也只是个普通员工 清晨,男主洗漱的时候发现额头上有个X 无论他怎么洗都洗不掉 奇怪的是,妻子对此表示看不见有X 到了公司,男主叫下属看 下属说没看到,男主不死心回到家继续问女儿 很显然女儿也看不到 男主实在没办法,只能去医院拍片检查 结果医生诊断无异常 认为是男主压力过大造成的精神问题 郁闷的男主走出医院 对面电梯下来个格子格 头上居然也有个X 惊讶的对时候一口同声的说道 原来你也是 终于找到战友的两人激动到不行 决定来一波关东煮压压惊 畅聊许久后,格子格变得低沉起来 说自己的父亲也出现了X 但没多久就去世了 这会不会是死亡的前兆呢 男主愣住了,随后紧张地否定 格子格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嘻笑着转移话题 就这样过了几天 男主无力地躺在沙发上 刚好电视播报一个去世作家的生前录像 男主从他头上看到了X 这印证了格子格的推测 方寸大乱的男主打电话联系格子格 接电话的却是他的妻子 他哽咽地告知了格子格的死讯 男主彻底慌了 死亡正在步步逼近 自己又无力改变 这是何等的惊恐 他想了许久 首先考虑到妻女以后的生活 为此男主买了保险 死亡赔偿非常高 妻子见丈夫这么消极 命令他一定要健康长寿 接着叫女儿过来给爸爸倒酒 男主合着苦涩把啤酒溢溢而尽 他想通了 既然害怕也无法避免死亡 倒不如去做些有意义的事 早上要去上班的男主 在马路上挥手道别 女儿笑着回应爸爸 男主转过身 笑容中充满苦涩 但他还是决定要珍惜当下 男主浑身充满干净 认真地修改计划书 批了厂长的融资申请 今天是妻子的生日 车上男主打量准备的礼物 不经意抬起头 竟然看到对面女人额头上有个X 不只是他 全车的人都有 男主敏锐地察觉到这电车要出事 他连忙劝告大家下车 但没有人相信他 男主无奈自己下车 看到工作人员路过 没想到头上也有个X 男主几乎要崩溃了 他四处打量起来 每个人头上都有 X无处不在 男主拼命逃出车站 结果发现街道上的行人头上都有X 他傻掉了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男主飞快跑回家 让妻女赶紧收拾行李 日本要出事了 再不跑就有危险了 妻女文言回过头 他们也出现了X 这时电视插播一条新闻 一名去了西非国家的男性回国后 被查出感染了出血热病毒 这种病毒的死亡率高达95% 可谓粘之即死 政府人员信誓旦旦地强调 感染者已经被隔离 病毒绝对不会在国内流行 然而男主早已看穿一切 大声喊道 都是骗人的 电影到此结束 喜欢小郑解说的朋友 记得帮忙转发哦 谢谢